大家好,我是黄兆平,欢迎到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 我们今天有几位贵宾,黄俊涛博士,还有冯胜平先生,邓玉文先生,还有何平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一下最近刚刚发生的有关于学生举报老师,举报教授宋庚一事件跟李恬恬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东方电影学院的宋庚一女教师因为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的问题 被学生放了一段微博,影片在微博上面引发了很多的议论 那他已经被学校开除,那湖南的这个李恬恬教师来声援他,也被这个轻松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 但是我不晓得事情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先听这个邓玉文先生来看看您的观察怎么样 这个两个事情确实是从最近成为中国舆论厂的一个热门的事件 我们讲之前是我的司马兰之一联想 那么最近是这两个两起事件 现在看来我觉得就是他之所以会引起外界 就是中国舆论圈这么大的反响 上面中国社会有一个前进言论包括这个打压意志 打压这种意义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不满的 所以要借这两个老师来表达这种不满 双对这个上海近南大学的那个老师 我觉得这个当局对李恬恬这个事情的处理是更加恶劣 人家几时在微博上这个声援一下 然后就就被被这个场景精神病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最近对于新的事件 谁说他的父母他的姐姐发生是并没有到精神病 并不是到精神病而是给他的治理 所以有一个抑郁症 我不太清楚是吧 他事实上有抑郁症 从一个女士人来说可能有一个抑郁症也并不奇怪 一般来说这个女士人的话 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我们讲 跟我们这个经常的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余秀华 在谁都在那边好施出来 但就算是他有抑郁症的话 也不应该把他强劲扭送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病院 我大概就是说大概的相信他就是说 官方有这么一个意图 哪怕就是算他没有 没有把他强劲扭成为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 这个什么叫恶劣呢 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所谓的习近平的这个伊林 说的蓝天典子伊林独牌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情况下 地方官员都战战军军 都要求独土乙方 都不能说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里面出了什么事 一旦出了什么事 在上面就就不好交开 就必须不要把这种所谓的不满的心意 这种意义的心 全部给他这个洽灭掉 所以无论是那个 就是我们讲这个上海的一个女教授 她的言论是否实当 就在这个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说这种话是否实当 我们先不管这个学生举报老师 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这个鼓励的 另外就是学校开除老师 然后这个教育行政机关 把老师扭送到这个精神病院 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给允许的 所以讲一旦开了这样一个先例的话 以后我们讲各个地方都会来来这样做 一种来说是否就是让人们担忧 要回到文革等等 这种事情我们讲 肯定是对中国以后的这个这样这个社会 仅仅是造成所谓万马其印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讲这个我认为就是海外舆论 现在这个应该要利用这样一个事情 多多的跟国内加一种压力 至少如果说这个压力是否会对这个当事人本人 会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我倒认为不大就他目前这种状态是应该不会对他们个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假如说是我们讲这个现在从李田年的事情来个他现在说转到当地的灵民医院就已经治疗了 如果没有这些压力的话估计可能就不会转把它转到灵民医院去治疗了 我就讲这么多 OK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冯泽民先生 这个微博现在变成这个中国这个很多人爆料的一个管道 当然也伤害了很多人 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女网明星啊 那个彭帅也是从微博来爆料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宋庚英跟李田田 这个因为微博的事情学生举报 透过微博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对自己的伤害 以及对所谓中国言论自由打压的问题 我倒觉得首先应该把这个事实搞清楚 比如说宋庚英那个讲话 就如果你去仔细去看它的全版的话 五分钟的视频 就是1300字 它里面的至少有四个东西 它是严重实时的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造谣 比如说第一个 他就说30万人 那个数呢 根本就没有依据 就是解放后从一个人的日记里面拿出来的 其实30万人呢 就在东京审判的时候 法庭定性是20万人 而南京审判的时候呢 又当中国法庭定性就是30万人 所以这个数实际上是有法庭依据的 这第一 第二呢 他说那个到底死到人其实不难查 就当时有身份证 按照身份证查一下就行了 就是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中国的身份证制度 就国民党的身份证制度是46年才有的 37年就根本就没有 这第二 第三呢 他说呢 他说那个 这次之所以中国把这个说到这么大 是因为呢 日本抵制冬奥会 其实日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抵制过 只是以对冬奥会的一些说法 没有官方抵制过 那第四就他说到呢 那个中华文明5000年 这其实解放后 一些学者搞出来的 就是根本就没有5000年 其实中华5000年这个呢 是17世纪一个意大利的传交士 他叫Martin Martini 中文翻译的叫 魏匡国 他在他的一本著作中 叫做中国上古史里面第一次提出来的 以后西方呢 就一直以这个为原因 就是中华民族是5000年 包括剑桥中国史啊 这些 那中国反而是后面才能提出的 这是四点 那还有一点呢 这里可以不一定是谣言 但是应该写查无实据 他说中国一个总理 80年代到日本讲30万人 好当时呢 日本说没有30万吧 那他马上说了那3万总有吧 好就这 这一段呢 你可以去查中国的总理到日本去说这个话 其实你是查不到的 那要么就他他说是他老师告诉他的 就但这些东西他在这个前面他也讲了 这南京事件呢 就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反人类罪 他是讲这个 但后面他也讲了 就中国人呢 不要记仇要深思 就在我 一篇关于这个文章里面 我看到一个留言 他这样讲 他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在这个宋庚一 教室讲完这个话以后 我会冲上去给他一个大耳光 然后我说呢 你不要记住 不要记仇 不要永远的记仇 你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耳光从哪来的 就有人只留了这么一个眼 其实 南京大屠杀的攻击日 可以说 当时那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就首都被占领 对吧 平民或者一些放下武器的军人被屠杀 南京事件或者南京大屠杀 他是一个在中国人身上 没有抚平的一个伤口 不应该这样去触摸 不应该这样的不负责任去讲这些话 至于说对他的处理是严了还是松了 这个东西 他有很大的一个 有法律问题 有感情问题 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在Princeton 我就知道在新泽西就有一个叫 就是有个中学教师 就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说呢 Floid不是民族英雄 他是个罪犯 立刻也被解职了 如果你再看一下欧洲的情况 德国有一个老太太 89岁了 他是质疑什么呢 他说Hodcast 就是犹太人的大屠杀 没有600万人 他质疑那个数 结果判刑14个月 89岁的 就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感情上 不能触碰的东西 尤其当这个就伤痕还没有 没有愈合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 我只讲一些事实上 我不去讲 那至于这个李田田 他这个事是跟宋庚一的事是连着的 这个呢 我不大同意 刚刚玉文讲那个 从事实判断 他今天 他是一直有抑郁病 多次住院 这他母亲 他的那个孤父 都讲他姐姐 他大学就有抑郁症 那么今年他四月份的时候 他远远在现在 他那个抑郁症又发作 所以他学校里面 他就休养 就在家里面 刚好碰见宋庚一的事 他就发了言 于是呢就 他们那个县的就找了他 跟他谈话 他就很激动 他母亲为了怕他呢 就他有四个月的那个 怀孕 怕他流产 实际上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不是当局 是他的孤父 他孤父就是县教育级的负责人 他以前上学 他是个农村孩子 他姑父帮他拿的名额 但是他必须陪教呢 必须回到当地教书 那这一次呢 把他送的呢 就他的姑父和他母亲 不是说是被警察押送精神病院 这是事实 那去了以后呢 他精神很不稳定 就发了一个东西 我现在被他们绑架了 这么多 所以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就是 有些人呢 肯定是在 很同情 觉得你看 以前前苏联 对吧 把不同政见者 以前是古拉格 后来呢 文明了一点 就精神病院 就把这种联想到现在呢 看中国对不同政见者 也是精神病院 但也有些人呢 他是喜欢炒作这种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 再炒下去 可能就炒糊了 对不对 前两个月 一个月也炒过彭帅那个事 炒到最后呢 现在彭帅 他其实他承认了那个事 他说 但是没有强暴 换句话说 就是他跟张高丽有那个关系 但是他们之间的 希望外界的不要在 在他私人的事 那中国我们也知道从 几年以前的 一个董琼瑶 对吧 泼墨 实际那个人肯定是有精神问题 然后再到张展 其实再往前展 讲还有林昭 以前呢 是炒死人 对吧 林昭育乐客 现在呢 与世俱进开炒活人 很多炒的人是同情 这个我相信 就他们真的是同情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真的不是同情 就是吃人血馒头 两年前的香港事件 至少我就知道 有这么一批人 或者一种组织吧 他在这边呢 就拼命支持勇武派往前冲 在中国那边就拼命支持政府镇压 是同一拨人 他要的就是流血 也就是有些人他说又想造反 又不敢向井冈山 思来想去呢 找到这么一些事件 就拼命去炒 至少现在呢 就是李田田 他已经不在那个精神病院了 护送他去的是他的姑父 他姑父是他们家的顶梁柱 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他和他妹妹是在他姑父家长大的 如果谁把他绑架到精神病院 那是他姑父绑架 根本不是外界传的那种故事 但是现在炒成那个样子 今天我们也看到他妈妈出来 他姐姐出来 我相信他妈妈的东西 他姐姐的东西 很可能是他姑父写的 但实际上呢 并不是怎么想象的那样 一种政治迫害 把一个普通政见者 变成一个精神病人 王金老博士 可不可以讨论一下 有关于所谓学生举报教师 在现在很多大学高等学府里面 学生可以来评鉴老师 那当然这个制度 有很多讨论 你觉得单就这个事情 从更衣的事情来讲的话 学生举报老师的这个事情 你怎么样看的 王金老博士在吗 金老博士那边是不是视讯不好 是对 我认为举报不是问题 告密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受理和惩罚制度 是这个国家的法制 比如我们在一个法制社会中 IBI也要求 对吧 也是号召公民举报 也可以这个 就是你可以怀疑 也可以举报 但是这种举报 对公民不构成伤害 因为IBI都有保密的义务 如果IBI如果假如 泄露了一些未经查实的事情 给这个人造成损 这个人可以要求赔偿 对吧 那么所以我觉得呢 最主要的中国在于 中国的司法制度有问题 中国在 就是我们知道 在美国任何一个行政机构 不管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你要对一个公民实施惩罚 造成损害的时候 那么这个程序必须是严谨的 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 要对所有的证据进行执政 所以举报之所以 能够在中国成为一个坏事 能够对人造成伤害 是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制度造成的 不是因为有人举报 因为我们最后进入一个好的社会 也需要举报 而且举报比如说 我看到谁谁谁 不是比如这个冯盛民 如果看到了我 当然鬼鬼祟祟 他如果怀疑我有个什么事情 他可以去举报我 应该是的 而且这是一个公民 可能应该有这个义务和品质 但是他怀疑 不会对我构成这种迫害 是因为他没有惩罚的权利 必须要经过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的程序 所以我一直从这个告密举报 出来我一直强调一点 就是告密举报不是问题 是这个国家惩罚的机制 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盛平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他后面讲的 我绝对都不认可 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公正 合法和开放的程序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捏造出来的 我是不清楚盛平 为什么一定要去站在政府 那个角度上 去维护那些被政府那边的 允许公布出来的 我们所有来自中国大陆人都知道 政府在一个激烈争吵的话题中 政府一定会刻意的隐瞒 和肆意的宣传 甚至捏造一些东西 没有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这次我们所有经历过 揪在所有热门话题上 事后很多事 我同意呢 有塔西陀陷阱 盛平强调这个有这个问题 而在这个问题上呢 政府可能在有这样是受了委屈的 受了冤枉 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强大的动机 而且他现在有手段 能够去曲解事实 还有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 一定要区分清楚 南京大屠杀 东京审判中间 接到了证据 确认有南京大屠杀事实 和核主国数字 这不是一回事 任何在美国做过学问 和经过司法审判的人都知道 数字不是这么确立的 他只是因为要对这个战犯 进行审理的时候 只要他的罪行够了 南京比如有这个人 进行了什么屠杀比赛 他就接受了这样一些证据 但是这些证据 是不是经过了严准的执政 在数字层面上继续确认 你可以查所有的学术著作 在南京大屠杀上 没有这样的讨论 那么跟我讲这个话的呢 是一个来自南京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跟我讲 他到日本访问的时候 日本的教授很认真问 他知道这些人不是恶意 就想知道 30万数字怎么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 这个数字的确认方面 后来他说呢 当时在战乱 这个不好统计 这是估计的时候 日本教授说 在二次大战之后 世界所有的主要交战国 都对本国的伤亡 进行了统计 犹太人 咱们不说别 犹太人没有祖国的情况下 600万人在哪出生 在哪被抓 在什么地方被杀 用什么方式被杀的 当然都清清楚楚 当然这跟德国人的 档案保留有关系 但日本人的档案保留 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因为他们都是 来自于法治国家 这种来自那个传统 他说贵国两朝政府 没有认真的对南京大屠杀 或者对二次大战中的 贵国死亡人数 真的去进行过这种统计 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 就是比较完整的 户籍制度的国家 那么在这点上 是你们国家两朝政府在失职 他跟我讲这个时候 这个教授给我讲 正好赶上什么呢 美国为了韩战中间 几具美国的尸骨 跟北韩在来回的穿梭外交 然后在那想 用各种方式交换回来 这批尸骨 就是让家人能够哭起鼻子 把它埋到 这个符合军人尊严的这个地方 他说你真的到这 你看到你不觉得 做美国人很幸福 很有尊严 因为他的政府 不管在国内一个黑人 多受歧视 他到别的国家去 他的政府会竭尽全力的 他比如像美国黑人的 美人黑人 黑人士兵在日本强奸了 对吧 美国不惜外交上 比较大的代价 一定要让他回到本国去受审 不愿意他在别的国家 受到这个 所以我觉得说 他在讲 所以我想说呢 实际上在 至于后面的事情发展 要如果真的如盛平所说的 是中国政府在这地方 没什么责任 像这样说 那就公开嘛 搞一个合格的一个程序 我们来进行调查嘛 中国政府从来不允许 外面呢 或者有独立的这种调查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对中国来自 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 我都抱以质疑的态度 对中国政府许可发展 我都抱以质疑的态度 我觉得采取这样一个态度呢 就是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普遍采用的一个方式 那么用这样一个方式 可以保护那些无辜的人 这个确实会冤枉政府 甚至会有些 这个我觉得在可能客观上 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可以保护 那些无辜的人 不会受政府的曲解事实的 这种迫害 那么当然了 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呢 我觉得我完全认可 东京审判案中 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些事 那你还要看到 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有的人 后来那些主要战犯 跑到中国受审呢 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法庭上 来自印度的法官 死活不认可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使得中国开了第二次的审判 然后把一些日本的战犯 绳于法 那就说在按照国际法的 这种标准上 他没有办法在东京法庭 定他死罪 那我回答一下那个 你看东京审判的原文 就是古寿夫的判决书讲 在古寿夫的部队驻南京期间 基于中华门 最后结论是多少呢 其尸体经 慈善机构埋葬是15万具 而集体机枪 焚尸并灭继的 是19万具 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这东京审判的 失衡遍地 惨绝人寰 其残酷之情形 由被逼者所认 这47年3月份 古寿夫的审判判决书 但为什么南京 就南京的地方 就中国政府的审判 是30万 而东京审判是20万 其实是有一个 57000的一个数 在东京审判没有采纳 当时有个中国 等等我问你啊 你说的 你听我讲 你说这个判决 是哪个审判定的 1947年2月 在军事法庭 是哪个审判 东京审判 古寿夫的判决书 原文 就你自己可以去查 好 然后在 为什么有个5000 一个是20万 一个是30万 因为中国方面 有一个证人呢 说他看到 5700 有灵有诊的 大概400几十具尸体 这个当时的法官认为 你那个数呢 太详细了 你一个人不可能 看到这么多 又数得过来这么多 有灵有诊的 57000多人 所以把他那个数 给去掉了 最后呢 差不多差了10万在这 当然实际上呢 在中国的南京 那个上面呢 也有一些 就如果从细节上讲的话 比如说 当时在南京审判 地方法庭的时候 那中国自己的数 他当时用了 就是舍小求大的方式 比如对南京 到底有多少人 有的人讲 只有20万人 多的呢 讲有105万人 那中国方面呢 就取了 就比较高的数字 说当时 大屠杀之前 南京的 有105万人 还有一部分人呢 这个应该就是 是中国方面不愿意讲的 但是实际上 现在也出来了 就是在那个 易江门那 下官通往那地方 有大量的战俘 就是被枪杀 实际上那战俘呢 是被国军的独占队打死的 但是这个呢 在东京审判 南京审判 归到了日本头上 但是我看到的 这段历史呢 在62年的时候 虎兽夫是在中国 南京受审判 判决 判决 47年 当时是在 47年2月6日 南京军事法庭公审 古兽夫的判决书 是这样写的 我问你是 我所以刚刚一开始 问你是哪个法庭判的 因为在东京的时候呢 黄文章 你进入拿了一个例子 来这个批评 这个冯生平 我就拿另外一个事实 来批评你一下你 你刚才错误的 引用了印度法官的讲话 然后说某些某些原因 所以要搞地方法庭 搞这个地方 就是审判 这是错的 当年的这样一个 远东的军事法庭 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 组成之前 那么进行了一个 法官的一些学历的讨论 原来印度的法官 提出一个疑问 他说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第一 不能诉网 不能诉钱 你不能已经没有法律 不能诉许既往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说你现在法律上 之前没有定下一个 日本的亚洲的战争行为 是这个 是战争犯罪 如果没有定的话 你要追究他的责任 那现在能不能定一下 你的美国 你的英国 你的德国 你们这些国家 在亚洲 是不是也是战争犯罪 也是不是应该追究 所以他这样一个水里的一个提出来 是非常的震惊 当时候几乎就进行不下去了 而且事实上在后面进行表决的过程中间 有六位是主持的继续审判 有五位反对 你就想想那个 好 这个和平 你没有更 你没有纠正我的原因 在于说 我再跟你讲啊 在具体的东京庭审中 古兽夫说 他下令我停止 就是这个 然后后来呢 这个人家问他 他说呢 你认为这么大的 但是你这是防射 我们的讨论是 没有没有 就跟你 引导法官和在各个地方 后来你听我说 但是我要 你听我说 我要跟你讨论什么呢 后来事实上 在东京的审判中间 就是说采纳的一个原则 就像我们现在说 各国引渡原则一样 当他犯的罪行 也符合这个国家的法律时候 才会把它引渡给对方 如果不符 在这个国家不是犯罪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不引渡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后来呢 东京审判 为什么标准严格呢 我没有去比较过 纽伦堡审判 就是因为呢 他考虑到 印度法官提出了之后 考虑到这个东西 即使在以前 他也算犯罪 南京大屠杀 在任何时候 都是犯罪 就是不 我现在争论不是个数字 我要讲的是 你是挑方 南京大屠杀 对武装 对平民的屠杀 在任何时候 他都是犯罪 所以即使按照 印度这个法官的标准 他也算犯罪 但是当时有一个争议 就对古兽夫争议 他说我派了人下令 就是停止 这个混乱的局面 后来人家问他说 你认为这么大城市 这么乱的局面 两个传令兵够吗 他说不出话了 我是看了这些细节 何必 你不用跟我争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 那个交大的 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研究所的所长 就陈兆齐先生呢 他就这样讲 就他是这方面 中国方面的大概 这方面权威了 他说法定人数这个事 第一 东京审判 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定 人数是20万以上 然后国府南京法庭的审判 就定数呢 是30万以上 就这两个数 这两个数实际上都有法庭 你听我说 我在讲是 不 我都相信 奉行我相信你的考证 你的考证是一流 这我都相信 你经常在我们看不到地方 考证出来 但我仅仅说 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呢 我跟来自南京一个教授 他给我讲这个事 他当然是讲到 对比两国呀 对于自己的死难的人的 这种态度上 他很吃惊的时候 他讲这个事情 那我当然觉得这个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呢 我觉得我再把南京大屠杀 放一放 其实我在觉得啊 就说这个事 我们就存言 我想已经说 南京军事法庭判了 是由中国法官判的 好了 那么 那我再讲呢 这个下面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讲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这个 李田田这个事情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基本的东西在里头 就是刚才邓宇文 讲到的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同意的话 就是因为邓宇文 他判断说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在很多问题上 被政府封锁信息 而且有一些 丧尽天良的事情上 封锁信息呢 中国人感到很愤怒了 于是呢 很多人出来 那有的人想发这个财 这都是可能的 但是基本的情感 连胡须近 他都认可说这种情感 当然他还说 这可能是基于误解了 他说 但是他也保留这个空间 他说可能在地方机构看来 李田田这个事呢 已经非常不符合 当地的这个规矩了 但是你要考虑到 一直婉转提醒他们 你要考虑到 全国公众的情绪 那么他都这样的话 我觉得 你就后来又依据 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加入 是不是支配他们家人 去说的这些话 你拿这个东西来作为证据 我觉得 那个 我不是说不考虑这个证据 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啊 但是不易于做结论 但是 基本的事实呢 不是 基本的这个情绪上的东西 我觉得呢 我认可欲文的说法 这是一个正义感的表达 少数人可能是炒作流量啊 或者想发财啊 那你可以说 彭帅这个案子 那你可以说 和平先生也是想炒作流量的 对吧 这个不是 但是基本上不是这样的 基本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对吧 要是正义的问题 从间带流量又怎么样 我觉得这都是许可的 就像有些 你要王军堂讲话 就一直讲话 等军头 我讲完了 我讲 我听听和平的评评意见 我看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讲到南京大陆的话 大家送更一件事情 不会一搭那么 那么大讨论 那你先 换你讲话 我认为这个里面 假如按照王军堂的标准 和郑日文的标准 那等于就 我们就是 不要太讨论事实了 因为正义 正是更重要 何况是政府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大于化之 就站在这个批评 中国政府的角度 信任各种各样的说法 反正中国是没有理论自由 反正中国是没有司法公正 对吧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 假如我们是在做新闻评论 我们是个媒体人 我们就要搞清楚 像这样的一种行为 国际上有什么标准没有 当然国际上的标准 有人说你不能讨论国际标准 因为中国是没有自由的 美国是有自由的 但是我们首先要讲一讲 中国是不是有一天要走向自由 那金元也走向自由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国际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就成为了我们讨论的一个标准 否则就没有了 不是 但是何平先生啊 我完全赞成你 所以我也积极加入彭帅的 按照讨论 在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倡议下 我积极加入这个讨论 但是我跟你说的是 我们两个没有分析 我们在讨论是 盛平先生的那是 我提出来什么呢 当出现这种事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积极讨论的方式 逼中国政府采取一个 比较好的程序 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问题 对就是你做一个政治反对 我在 不是不是不是 对对你听我说呀 我的意思不是说像 我和育文不是说 好像这事就只要是说 政府不好 我们就都去赞成 不是这个意思 塔西多陷阱之所以认可他 就说明他有不公道的一面 我认可盛平这个说法 但是我想说是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没有真相的时候 主要的印象是因为程序没有 对吧 如果要是 对好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面上 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 我们来和盛平相认争论 你说就是基于尘世正义 那我就不要讨论问题了 因为 不是不是不是 还是一个 没有 还是你看吧 我觉得胡锡进态度 说明什么呢 说明网民的讨论 正在逼向胡锡进这样的 胡罗巴都人都开始有点理性 是网民的情势 我们只是一种正义的声音 我们就今天指示员喊口号 你听我说 你现在 不是 你听我说 不是 但是和平一定要知道啊 千万不要因为 我知道呢 我们都受过网民的攻击 我也受过 你也知道 我受的比你还多呢 问题在哪呢 而且这不公正 问题在于呢 我们不是政府那样的 因为我们没有禁止网民 我们没有禁止真相 而中国政府不一样 今天 今天 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势 首先我同意 这是中国新闻 没有自由 首先没有司法的公正 也没有很好的行政的过程 对吧 这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 很容易 让事实搞得不清楚 很容易 大家情绪化 但是作为媒体 评议者来讲 我首先啊 也不能完全批评你们 所以我很少去批评你 这个立场 但是我只是说 这样的事情在国际上 有没有标准 如果没有标准 有标准 有标准 那我觉得标准是程序性标准 对 那你这个里面 那就批评中国政府 网上现在一 把它引向于告密 那你像刚才 政治文件开始就讲 告密是真的不能允许的 那我已经讲过了 告密恰恰不是 我已经讲过 告密不是正经 其实不但告密和举报 是合法性的行为 而且在西方是相当普遍的 在西方的大学和西方的中学 老师跟其他人不一样 比如我们作为实时评论员 如果我们在节目中间 囚犯了某一些囚权 那么我们可能表示道歉 但是一般来讲 除非老板想把你炒掉 你还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 你能不能让我 你跟我争论还是跟他争论 你跟我争论就说 我们俩分析什么 咱俩在这儿没分析 我现在是诚实性的讲话 那么诚实性的讲话 我首先 我尊重你 在西方的大学和中学老师 最害怕的不是学校 最害怕的也不是政府 在一个理论自由的环境里面 很少有老师因为理论的问题 而遭到司法的审判 遭到这个政府的迫害 那几乎没有 政府的追究 刚才冯盛明先生讲的 是一个台地 但是老师最害怕学生 因为学生青春期 他热情澎湃 他就想找麻烦 老师是他最好的麻烦对象 因为他有机会 所以每每这个老师 在课程里面 讲到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老师是很害怕的 因为学生可以 大家不来上你的课 你就完了 或者说告到学校去 或者他们公开出来 所以在大学和中学里面 老师害怕学生 害怕学生 这是一个现实 而且事实中 很多的学生 在美国由子而丢出工作 有一个老师就说 我为了表现理论自由 我把国体踩在地上 这段行为你在社会上 谁管你啊 对吧 但是在课程里面 就被别人告了 告了以后 学校董事会 开个会 说这个老师不行 所以说明 老师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职业 他讲话不能放你无忌 而上海的这位老师 在我看起来 我根本不要看到 五分钟的视频 第一句话第一段 就没有任何教师的资格 他完全是很轻狂的 引进一个什么 这个文件 这个跟学生自由 没有关系 学生自由是 你作为一个历史系的老师 你对这个南京大屠杀 有疑问 当然可以啊 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没有疑问呢 无论是人所产生的方式 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 我们还专门讨论了 一个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会 周六八点 而且专门对中国的官方和当时候的远东的审判所提供的东西提出了质疑 但是这个老师跟这个没关系 这个老师就是中国现在的教育界 知识界的一个浮躁的一个代表人物 就是很轻狂的讲这些东西出来 那么学生在这个情况之下 举报他是合理的 是合法的 但是站在学校 要尽可能去保护老师 这在西方 在中国都应该是个普遍现象 因为学校尽量的 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了 应该给这个老师去讲 你不能这么讲嘛 对不对 你是个新闻系教授 你可以讲一下新闻的东西 如果你讲一些东西 如果不宁静 尤其是南京大屠杀 涉及到这么敏感的情感 他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你搞了个学生研究被打压 那就不一样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就说明这个老师不具备这个资格 他不应该这样去讲 但是至于学生怎么处理 后来说把他开除了 也许在我看起来太重了 应该不要开除 但是政府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插手了 在后面要求学生开除 学校开除我不知道 所以这样一种规则 如果在中国不建立起来 是非常可怕的 政治反对上台 那不是 那一定要 我进到和平的心意 我也摔一下 好 你讲 我同意和平先生讲的 就是说 这个老师的年轮 讲的 我也不在你 他在课堂上讲这个东西 而且我也不认为 他是一个严肃的学术 这个什么探讨的问题 尤其是在国家攻击率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讲这个话 其实我认为这个老师 其实也是不严肃的 但是这两码事 这两码事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了解中国 珍惜的状况的时候 中国政府 现在就是说 是 你刚才讲到的时候 西方也有学生举报 老师 这没问题 我不暂停把这位 学生的行为 听为告密 因为这是公开的 他几来的时候 是举报 而不是告密 因为他一个老师 也是在公开抢 告密告密 有密才可告 在课堂上谈不着告密 我马上说完 但是我们知道 你从 跟中国的老师 大学老师也好 中学老师结束也好 你跟他们交流 他们现在的心情 都战战真真的 生怕 课堂上讲错一句话 就被学生举报 给校方 也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社会 他已经养情了 这样一种趋势 他叫做一种做法 只要你老师讲的 不合学生的意 那么学生就有可能 去举报 就叫做学校举报老师 举报的结果 多半是老师受处分 所以说 你必须要考虑到 这种情况 所以我才认为 在目前的结果 你也可以说是 交往必须过去 就是不难 不难去举报 更不能去告别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盛平讲的 这个李田连的事情 包括他的姑父 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的姑父是叫一句官员 我们可以认为 他的姑父是 出于亲情的原因 他不会去 把他那个 就是说 李田连送到 精神病院去 这是人去常情 但是你别忘了 他的姑父还有 教育局的阶层身份 我们知道 他这样一种情况下 你能够讲 他姑父 没有秉持 教育局的 这个 有一些 这个意见 对来处理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 并不会 完全去 亲情出发 如果说 这个事情 李田连 就是说 官方没有 这个 有这个意图 他能做不做情 那是另外一本事 有没有这个意思 到面对 这个广大网民的质疑 他的官方 这个我们讲 湖南当地的教育部门 包括这个 政府部 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回应 他如果没有 这个意思 没做不想做这个事 他完完全就 大慌地回应了 为什么不回应呢 早一点回应 早一点解除 你们的这个 猜想 对不对 没有回应的结果 无论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他现在的舆论 这种舆论 这种范围下 就多说一句话 不如想说一句话 第二种就是说 心里有愧 不来一个回应 我就回普通节目做 好 这个我再把我的立场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 我不想引起来 第一呢 南京大屠杀 是实实在在的 一场罪行 这是不光是对中华民族 我觉得从日本的脚 日本文明角度来说 日本的传统文明角度 还有从人类文明来说 都是一桩罪行 毫无疑问 而且我觉得在某种下 它是二十万 三十万 十万 五万 这个数字不是最重要 它就是罪行 第二呢 我觉得古兽夫呢 他在做这 他这件事情 不仅仅违背了 国际法的惯例 而且他也违背了 日本的武士道的传统 这个其实我们对 日本武士道 从那个抗日片 都有很多的曲解 其实你真的要看一下 日本武士道 是反对对平民呢 去滥杀的 这是 他这种有尊严的 选择对手 那反正我觉得 所以古兽夫这个人 判死刑 我也不同情的 但是虽然在程序上来说 我觉得你可以有些理由 而且我也不喜欢 印度人 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说法 因为毕竟呢 这是一个恢复 为未来建立正义的 一个案例 国际法庭本身 是个创建嘛 所以我觉得这点 我要把立场说 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呢 和平讲这些理由 都成立 但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李恬恬事情 为什么在网上 会呱唧上通报呢 我觉得是因为 大家就是跟天下苦勤 久矣 其实郁文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像在我们讲 南京大说 其实我在质疑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质疑 这个数字 而是说中国政府 包括中国国民党政府 为什么不对 在二战后 不对中国的死亡人 和中华民族的 一条条生命 给出一个交代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天下苦勤 久矣 这种话题 就严重的质疑 因为 你现在我告诉你 因为我说呀 我在讲的是 如果讲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就拿了这句话来讲 如果拿出这句话 我完全同意 如果王军老同志 能够成功的领导反对者 把中国给推翻了 给解决了 建立一个中国民族的政体 那这些问题 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一致 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要跟中国 你听我说 你还 我知道 你听我说啊 何彬啊 你只有带出三个问题 我能不能推翻的问题 以及我推翻会会 建立一个更好政权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讨论 对吧 我今天 你不要以为我心中 不不不 我现在讲 你听我说呀 我在讲的是 欲文的这个概括啊 说在概括网民的情绪 这些加入 你还说 哎呀 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呢 还有支持中国的五毛和 讨论不是这个 欲文想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人加入的时候 不是像圣平先生 所说的这样 都是想赚点钱 然后想这个 想有点怀着 因为说到底 圣平说这些人吧 就心怀鬼胎 其实欲文想说的 多数人不是这样的 多数人就是想讨一个公道 至于说这种不平感 在这件事对还是不对 或者说在这件事上 是不是真的知道真相了 我刚才讲了 在没有程序的地方 哪有真正的真相了 所以我才讲说 南京大多数 这个问题上 没有真相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 有无数的地方 也没有真相 但是 那我就跟你说 和平先生 这就是本身 赵平先生 你是要限制 你旁边强大的存在 他现在非常强大 对 我现在想说呢 其实我在这里 其实维护两点 第一点呢 我就觉得说 在中国没有程序时候呢 网民表达一下 愤怒的情绪 有助于在具体案例中 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序 对吧 你不用完全不同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 有保留的同意 谨慎的同意都可以 不是好好好 我认为这个情势 是超好一个禅食 听我说 和平 我不想让你在激动的情况下 来讨论问题啊 你得知道 第一 我们心平气和 第二个呢 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说 在中国现在 确确实实是 不平的事太多了 就是能拿到网上去的呀 少数是别有因经人造出来的 多数还是真的有不平 对吧 那在基于这样一点来说呢 我觉得 common sense上 就常识的良知上来说呢 我觉得大家适当的对 有点塔西多谢 你对政府表示不满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那么至于政府呢 在这个压力下 如果辨品加厉的迫害 只会使这个情绪更强烈 如果政府能够因应实事 对吧 像哪怕作为一个开明专制者那样 能够广开沿路 那我觉得当然 这个中国是个好事情 那我 其实我觉得媒体 其实更应该做的是这件事 通过 当然不能像网民那样乱说 但你通过精致的分析 要逼出政府 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哪在一个一个案例上 表现的文明一点 好 谢谢王金奥先生 这个和平心稍微冷静一下 我不管说了 我们从宋军一样的前景 谈到南京大陆上的数字 这个谈到东京法院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 必须暂时打个岔 必须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不然这个会让我们 接下来节目 没办法继续下去 我们这个谈到这个议题 暂时打岔一下 我们以后还有时间 可以来谈一谈 这个程序正义 以后就不告密 跟举报的事情 到底能不能够符合 程序正义 或者是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我们在明镜电视里面 也讨论过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研究院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